第四季節 第四季節 弟兄姊妹你好 這段時間當疫情的時候 其實時不時聽新聞 都會聽到兩邊的意見 一邊比較樂觀些 通常都是來自政客 就告訴我們 很快的了 我們五月就會全面復工 另外一邊 就多數是來自 穩陣些的scientist 就會告訴你 其實你過不到summer 你也不用想了 起碼都去到summer 說不定 甚至可以去到更長的時間 又說不定 這個更加會是一個 揮之不去的一個virus 會回來的 所以其實兩邊的聲音 我們聽了很多 到底在這段時間 我們應該聽樂觀那邊 還是應該怎樣 而聽到 好像這麼conflict的一些 意見的時候 到底我們應該怎樣去自處 應該我們樂觀些 還是應該正面一點 還是應該怎樣 所以令到我想起 我在很多年前 我看過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 Good to Great 他的作者是Jim Collins 他是一本business的書 是一本講leadership 講領導的書 所以其實很好看的 介紹你 如果你從來都沒看過這本書 如果你是一個領袖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我覺得這本書 我高度推薦這本書 不過by the way 我不是想講這本書 他其中一個chapter 是講一個人 這個人 他是Admiral James Stockdale 他是越戰的時期 一個海軍的將領 當時他駕駛的飛機 被敵人擊落了 擊落了 他就被俘虜 成為了一個 越戰的時候 美國應該是最高級別的 被俘虜的將領 在俘虜的期間 其實不是說俘虜三個月五個月 又不是說三年五年 是說他一共被俘虜了七年半 其實在這段時間 最難是甚麼呢 最難當然是你是一個被俘虜的 並且你是一個最高級別的將領 所以那些人就拿他來做戰靶 敲打他 審問他 混他 torture他 一共七年半的時間 其實是很艱難的 我看他的故事 其實是真是打到你殘 這個故事 為何我會想起這個故事呢 就是我想起 Sockdale 他被俘虜了七年半 那個都是其中一個艱難 但是另外一個艱難 特別是relevant to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當他被俘虜的時候 其實他是不知道自己 甚麼時候會被釋放的 到底一年之後會放他 五年之後會放他 他一定是永遠都不會放他 那他是完全no clue 到底自己的未來是怎樣 就好像今天我們面對著這個疫情 究竟我們是五月會復工 還是說Summer之後 還是說一年半載 還是怎樣 其實我們都是不知道 未來是怎樣 於是乎我就想起這本書的時候 那個作者Jim Collins 就訪問了Sockdale 有一次的機會 他們就一起在校園那裡走 在那裡散步 那Jim Collins就訪問Sockdale 那他就說 其實你怎樣過這段時候 那他就說 Sockdale就說 其實我在我裏面 當時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心 就是知道我不單止會過到這一段時候 並且我會走出來的時候 回望的時候 這段時候 會是一個defining event of my life 就是並且會無造我 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在我心裏面有一個 這麼堅強的信念 那麼Sockdale就走走走走 他就好奇了 那麼他說 他說你出來而已 有些甚麼人會出不來呢 那麼Sockdale就說 很簡單 就是那些樂觀的人 那麼Jim Collins就好奇怪 喂 我以為你很樂觀的 因為你剛才才告訴我 你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心 你會出到來 那麼他說當然不是 我不是一個樂觀的人 我是 我是當然 我是知道 我會出到來 但是我同一時間 我需要面對當時被困的現實 那麼Jim Collins就問他 那甚麼人出不來呢 那麼他就說 就是那些樂觀的人 那些 經常跟自己說 聖誕會出到來的了 再不是呢 就是復活節會出到來的了 於是乎 如是者 一年的聖誕 一年的復活節 一年的聖誕 一年的復活節過去 結果他們就是捱不住 就死了在戰夫營裏面 那麼Sockdale後來解釋回 整件事是怎樣呢 就是你固然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心 知道你必定會 最終你能夠勝過這件事 你可以走出來成為一個好些的人 但是與此同時 當你在那個現實裏面的時候 你要正視眼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它叫做confront the brutal facts 正視眼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As opposed to 你不可能是你去粉飾現實 就是其實環境沒有那麼差 但是你只不過是自己在這裏 自己和自己開說 完全沒有任何事實的根據 又或者說你逃避現實 我不想就沒事了 不想就沒事了 那是這些人出不到監倉 於是乎 Stockdale他的想法就是 我要正視眼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就是我會怎樣被對待 而我要做足所有心理準備 是當我遇到這些經歷的時候 我要怎樣去有來性 我要怎樣去熬苦 我要甚至有些程度 我是當他捉他的人 要捉他出去遊街 然後錄影 而告訴人 我們對美國的戰夫幾好幾好 那他是不願意被人做這個宣傳工具 他願意寧願自殘自己的身體 都不寧願被人拿出去遊街 這個就是他所說 就是正視眼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Stockdale就說 如果我們兩樣東西都有 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 我們是能夠過得到 並且會成為一個好些的人 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去 ignore 我們去正視眼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當兩者能夠夾起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面對著很艱難的時候 一個人應該有自處的方法 我覺得其實對於現在這個疫情是很實用的 另外我聽Stockdale去說 分享他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他有一個insight 我也覺得很好的 就是無論在艱難的時候 你有一個什麼遺分給了你也好 你沒有辦法選擇那個遺分 在最難的時候 他的遺分是一個將領 但是他是一個被俘虜的將領 而那個遺分不是他選擇的 那個遺分是給他的 於是其實他的想法就是 無論在最艱難的時候 你的遺分是什麼的時候 你就做好那個遺分 如果你是一個媽媽 在一個很艱難的時候 你就做好一個很艱難的時候 要做媽媽的遺分 如果你是一個牧師 你就在很艱難的時候 做一個牧師的遺分 如果你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你就在一個很艱難的時候 做一個好的老闆 於是他整個想法就是 他叫做 play your part well 即是你每個人 無論你現在在做事 沒有事做 讀書 沒有讀書 或者你由所有事情 忽然間你的世界在你面前改變了 以前所有事情都上班很開心 但現在所有事情都online 那你仍然有你的遺分 那你能不能夠在不同的處境下 仍然做好你的遺分 那這個就是 我想Stokdale給了我們一個 insight 好了這一切 not necessarily 有任何基督教的背景 那我就想想起一些 我想起一些經文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想起羅馬書 羅馬書第八章 第二十節 他說什麼呢 他說被造的萬物服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想這樣 而是由於使他屈服的那一位 被造的萬物盼望自己得釋放 脫離敗壞的奴役得著神兒女的榮耀 我們知道被造萬物一直到現在都一同痛苦身淫 就是其實這個世界 是和基督徒一起 和我們神的兒女一起 是在捱苦的 這個就是我面對著最殘酷的現實 保羅是有吉士去承認 This is reality 這個就是我們教會活在的光景 不過 接著羅馬書第八章第二十八節 我們知道為了愛神的人 就是按他指而蒙照的人的益處 萬事都一同互相效力 即是說 你仍然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 就是你一定會過得到 你一定會過得到 不是因為你特別厲害 而是因為神有個promise 就是為了愛神的人 萬事都一同效力 OK 這個又成為了我們一個應許 一個保障 好了 跟著就是說 我們做好我們自己的位分 做好我們自己的位分 你就問了 我的位分是甚麼 可能是公司的老闆 可能是媽媽 可能是牧師 可能是一個工人 或者 whatever 學生或者是一個老師 你都有個位分 但是那是其中一個位分 保羅在這裡提到 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最主要的位分是甚麼 接著第八章二十九節 神預先所知道的人 就預先命定他們 和他兒子的形象一模一樣 預先命定的就是呼召 呼召的就會清他們為儀 清他們為儀的就會使他們得榮耀 這裡是說我們 在這個痛苦的歷程裏面 在萬物都在身淫的過程裏面 基督徒有一個位分 位分就是他在過程裏面 要成為耶穌基督的模樣 要成為耶穌基督的樣式 而萬物都互相效力 不是容讓我們過得好些 萬物都互相效力 以致我們能夠在這個旅程上 成為耶穌基督的形象 這就是我們今天存在的位分 如果你問我 我們最主要的位分是甚麼呢 就是在這個旅程當中 無論多艱難都好 我們要成為耶穌基督的模樣 所以我希望今天一段的經文羅馬書第八章 能夠給大家一個勉勵 就是你不要覺得你忽然間失去重心 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其實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上帝給你的位分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就是在艱難的時候 你相信神是叫萬事都互相效力 以致你能夠更加像耶穌基督的模樣 而這條路走下去 不是一條沒有意義的路 不是一條沒有目的的路 這條路是會走到終點 一個上帝已經保守了的終點 就是有一天祂會叫你成聖 有一天祂會叫你和祂一起分享祂的榮耀 我希望這個能夠成為你今天的鼓勵 由我們低頭我們同心祈禱 天父說其實一切在你的掌握裏面 你由太初已經想起我們 到我們出生 到我們經歷了這麼多年 到我們今時今日經歷這個疫情 到我們過了這個疫情 到有一天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到我們進入永恆和祂相見 整個自耿古到永遠的過程 都在祂的明定和子儀裏面 神啊因此今天當我們活在永恆當中 這一剎那的時候 神啊叫我們忠於你呼召我們的胃份 給我們是真的有一個相信 堅信無疑的信心就是 你會帶我們走得過 我們走出來的時候 會更加像耶穌基督的模樣 我們求你的靈繼續每一天 今天與我們同在 就是叫我們將我們自己的胃份 是活得好、做得好 感謝你聽我們的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門